上海浦东新区买房民众当面讨说法 因为还没入住房价就降价几十万 网友称楼市崩盘之前买房子悲催 网传中国网友更晒出帖文 愿意把手上10栋已经付了头期款的房子无偿赠送 还说白送了谁要就给谁 中国政府正在通过一套组合的政策 来刺激房地产市场 那么目标是房地产市场 还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我们现在不清楚 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套组合权 就是为了刺激房地产 中国官方31号再度发布新的住房政策 重点未来不再区分限购和非限购城市 包括手套和二套房首付比率下调为20%与30% 并降低手套房贷利率 平均降幅大约0.8个百分点 民众也可协商既有的房贷利率 这世纪之前认房不认贷政策之后 官方进一步针对房市的松绑措施 根据官方数据 中国房地产市场7月份房价是全面下跌 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房价 分别较去年同期下跌了1.4% 2.7%与3.5% 跌幅明显扩大 房地产的影响 它不是只有房地产 房地产产业的影响 而是影响到整个经济面 所以会让中国的整个需求下滑 所以各行各业都会受影响 而中国房市激动反映宏观经济出状况 8月31号河南商丘恒大旗下建案 交房延期引发业主抗议 就怕又成了烂尾楼 但仍是遭到警方带走 而金融体系风险上升 中共仍行三个月内恶度降息 条件上终其借贷便利利率 9月15号开始 更将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从6%下调到4% 对内稳金融 对外试图稳汇率 新唐人家电视 曾新米胡宗汉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